你 爱上 简直就是一个人 哪儿像啊 我明明看上去就是个 堂堂正正的大男人嘛 言福瑞你瞎呀 库儿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姿务啊 你让人拿你去做那个 美人妓 满天过海 礼带淘江 安能辨逆世雌 可是这是为什么 苏东小姐 你干嘛让她变得和你一样 你俩跟我过来 你躲在角 慢点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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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就别坐了啊 你们跟我一起想一想 白鹰接下来会怎么办 白鹰 白鹰是谁 你跟斯登小姐相处的时间少 现在是头脑风暴环境啊 还龙卷风呢 你觉得白鹰会去哪儿 我觉得她是逃跑的 你想啊 她对秦芳下了死手 就是公开和我们撕破脸啊 她心里也含糊 于是 就逃之夭夭 明解那个石盘 就是为了追踪她的对吧 说的虽然有些道理 但这不是白鹰的心思 她说 伤害秦芳只是给我一个教训 那么接下来 就一定会有下一个情况 白鹰又不是小孩子 打了你一巴掌 得了便宜掉头就跑了 要是 不想想起她 白鹰先放下来 白鹰又不能心里虚忽 你们在说什么 秦芳到底怎么了 白鹰伤害秦芳 夫妻她跟我交入 等同于就是绝了 坐下来和他谈的可疑性 那么接下来 你一旦无法杂争的事 就有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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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现在不只是我想杀白鹰 白鹰同样也想杀我 就像当年 约在华为防治场一样 我能在明处 白鹰在暗处 那肯定又要是什么 我能做 赢这儿姐 你让坤打扮成五黑啊 就是想拿她做一个诱饵 引白鹰上钩 然后咱们给她来个 唐蓝骨蝉黄穴在后对吗 你们一直说的白鹰 到底是谁啊 那就是计划有下次啊 我眼里的坤是您的样子 那是因为你对我使了那个 沈金灯的法术 可是白鹰在哪儿咱都不知道 怎么对她施数啊 停停停停 秦芳到底怎么了 白鹰究竟是谁 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没看见 你不知道我穿这鞋不好走 解释一句你能死啊 走两步 没事走两步 这儿聊事哪儿闲口没解释 白鹰怎么样都要进到这间屋子里来 一进到这个屋子里 最先会看到什么 不就是门窗户墙吗 还能有什么 可把你门的能是这么空前的答案吗 对 就是门 窗 还有墙 一边 是上班 你生病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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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